这样个星期 因台风搅局延期的原来生活节 原市集31号在铁花春新聚落步道展开 精选台东在地40家原住民特色店家摊位 集结了原住民族的美食、点心、手工艺、饰品、原创商品等 让参观的民众可以透过市集认识原住民族多元的生活文化特色 桌上摆放着排完族的手工艺品 有耳环、法饰等等 另外还有来自部落的农特产品 像是凤梨、红梨 这是台东县原住民文化继产业发展协会 与东Talk台东原味采集所联合主办的原来生活节原市集 精选了40家台东原住民文化特色店家摆摊 有原住民族美食、工艺品、文创等等 这个活动是跟台东县原住民文化继产业发展协会 以及我们东Talk台东原味采集所共同主办的原来生活节原市集 创联台东40几间就是关于原住民的文化、美食 还有手工艺、还有原创产品 所以我们精选了全台东县内是几家的原住民的一个碳商品牌 然后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就是为我们原住民的那个产业 以及文化来做一个推广 许多碳商远从部落来到铁花村摆摊 希望透过这样的平台让大众看见原住民特色产品 我们现在是以我们加工食品我们的凤梨、梳、梳、还有我们的凤梨干 希望帮我们盐品箱的农特产品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活动现场也发送Dontalk团队设计的台东特色文创商品给参加的民众 让民众有礼物可以拿之外 也能透过市集来认识原住民族不同的生活文化特色 记者蒋文杰台东市报道